大家好我是Rona老师 大家好我是嘉宇老师 今天呢我们一样要讲格局 可是我们这个主题是比较特别的哦 在子卫斗树全书里面有写了很多关于女性的状况 然后都写的很不好 可是实际上放在现今的社会条件下 真的是这么差吗? 其实不然哦 所以呢我们就特别的做了一个特别企划 淫荡真的不好吗? 而且他真的淫荡吗? 接下来一样由嘉宇老师为大家解说这个格局 我们今天要讲的格局是 杨妃好色三合文昌文曲 听到这个好色两个字就觉得好像在古人的眼里就是淫荡了 那杨妃指的就是我们印象中的这个 北泡泡又迷迷的杨贵妃 贵妃出语的杨贵妃 那她呢也是古代的四大美女之一 那最初呢她是唐玄宗的第十八个儿子 受王礼貌的这个王妃 后来呢成为了唐玄宗的嫔妃 那在白居易的长恨歌里面呢 她有用回蒙一笑百媚生 六宫粉带无颜色 来形容这个寝国清晨的杨贵妃 那她在与安禄山之间呢有一些暧昧的关系 那第一个荒唐事情就是说杨贵妃任职 那这里指的这个儿子呢就是安禄山 那第二件荒唐的事呢就是 安禄山呢可以随意的进出这个后宫 后宫呢都是皇帝的这个嫔妃住的地方 那除了皇帝呢可以进出之外 其他的任何男子是禁止惊怒的 每当这个唐玄宗呢要治安禄山的罪的时候呢 杨玄宗就替她打圆场就说 她是来给自己的母亲请安的 那第三件呢最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 杨贵妃呢为了她这个大儿子安禄山 举行了洗衫的仪式 那这洗衫的仪式呢在唐代是 诞生礼宗最重要的一个仪式 就是说呢婴儿出生后第三天呢 要慎重的为她举行洗澡的这个仪式 这样的美貌的这个杨贵妃呢 在命盘上面的这个三盒呢 有慧到文昌文曲 兼具了这个文书笔墨写作的这个能力 以及呢琴琴书画的这个艺术气息 那她就会成为一个感性跟理性兼备的一个女子 文昌星呢她不是桃花星 但是呢她跟文曲星在一起的时候呢 她就会形成桃花星的组合 那增加了这个美貌以及桃花 那文昌文曲同工啊 那在女生的三盒之内有慧到的话呢 那女生的身材就会绞好 胸部呢也会upup 所以是不是很容易让男人可以神魂颠倒呢 所以下面的注解写说 命宫及财官迁移昌曲照 更会太阴天机避主淫逸 命宫呢财伯宫 关禄宫迁移宫会形成这个命宫的三方式正 那如果三方式正之内又会到这个文昌 文昌文曲同工来相照会的话呢 就会增添她的美貌人缘以及智慧 更会太阴天机避主淫逸 三方式正之内呢 会到文昌文曲的这样的人 已经桃花人缘很不错了 再会到太阴或是天机 或者是天机太阴同工的话 太阴星呢她的五行是属水 主意性桃花 那对公呢天机星善良善变 她内心呢不喜欢任何事情都是一成不变的 并且呢她会很有计划的去处理 每一段她的这个情感感情 那对应在异性的相处上面呢 她除了桃花人缘好之外呢 又喜欢这个变动的状况 这么受欢迎那当然呢 她的感情生活呢也会相对的非常的丰富 那如果是天机太阴同工的话呢 这个好人缘加上自己的聪明灵活反应快 那很懂得去运用自己的优势 对于以前传统的保守社会当中呢 是不是觉得说女人有这样的行为呢 是不对的 是不应该的 是不可以的 所以才会说主营义 但是呢对应现在的这个外贸协会的社会形态当中呢 桃花人缘很重要 是不是很有她的优势呢 而且啊就嘉宇老师刚刚讲的部分 大家有发现吗 就是杨贵妃她的特质是被婆婆欲咪咪 瘦不见骨 大家有想到什么心要吗 没错就是天同心 而古时候的女人呢 就好比现在的家庭主妇 她们其实没有自己主要的工作 所以她们的官路工呢 对应的状态就是生活的重心 而生活的重心呢 充满桃花又想要变动 是在一个浮动的状态化的的话 当然就是相对的风险性比较高 因为老公毕竟没有办法 时时刻刻待在她们身边 可是放在现代的这个社会来说的话呢 状况反而是好的哦 因为她一个外貌好 然后有人缘在工作上面 有机会产生变动 其实也是可以成就女性 自己工作价值的一个展现 所以呢放在现代女性的 个性特质上面 反而不是那么的差哦 也因为这样的观念跟想法 以及世代的变迁 所以呢我们才需要特别拿出这个格局来做讨论 并不是要让大家觉得说 诶这真的这么的淫荡 或者是说诶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小三格 难道我就只有小三命吗 当然不是哦 那今天的格局就介绍到这边 喜欢的朋友帮我们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啰拜拜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